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煲一個琵琶花的茶 琵琶花就是這些 這些是化痰子七 秋天天氣很光燥 痰常常都清不完 煲這個琵琶花茶就適合 還有樹梨缸 大約一個 還有龍眼肉 十五粒 這一個琵琶花 要浸半個小時水 我會清洗再浸 這些雪梨缸 還有些核 要剪掉 用眼肉先浸一下 現在我先處理一下 這些琵琶花在浸的時候 我們就處理這個雪梨了 這個雪梨缸 這個琵琶可以用剪刀剪掉 這個琵琶可以用剪刀剪掉 剪掉了 這個琵琶可以用剪刀剪掉 剪掉了 這個龍眼肉 我現在浸水 大約十分鐘左右 我先處理其他 琵琶花已經浸了半個小時 我們用刀剪刀剪掉 用刀剪掉 用刀剪掉 因為髒沉了底的 直接浸掉 直接從烤雞倒下去 要不然灰塵 會把髒沉入裡面 就用刀剪掉 你只能用刀剪掉 我用刀剪掉 可以用刀剪掉 我用刀剪掉 這個水很髒 再用刀剪掉 再用刀剪掉 半个小时 如果您觉得最不够可以再煮一次 水已经没有猴子太骚髒了 平干水 在那边再煮水 现在开始煮葡萄花 下一星水 一共是下星半水 接着就放些雪梨干 雪梨干已经剪好了 清洁干了 倒入龙眼肉 水也要倒进去 接着有些芹花已经倒进去 大约煮40分钟左右 45分钟 我们先用大火煮沸 煮沸了 煮沸了之后 先转小火煮 现在开始煮一下 现在已经煮起了 我们转小火 继续再煮 琵琶花用30克 雪梨干大约1克 龙眼肉15克 现在继续等它煮一下 先煮一下 这个琵琶雪梨茶 煮好了 沙火先 接着我给大家看一下 再看 可以用1个水煮沸 切开 龍眼肉可以吃 龍眼肉可以吃 不用下糖 因為本身的雪梨和龍眼肉很甜 所以不需要下糖 放上去 很容易煮的 琵琶花雪梨光龍眼肉煮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請按讚 日後如果想看我的影片 就要訂閱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這個琵琶茶我試試 很清甜 很舒服 好像在喝甜甜的暖水 令到喉嚨很舒服 龍眼肉 令到今晚更加睡得好 雪梨光清熱 大家都試試